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夜世界 我是谢可荣 头条今夜最新娱乐圈震撼 带我们有大篇幅的报道 因为Coco李文不幸过世 享年48岁 他是第一位登上了美国奥斯卡 金像奖典礼现场的华人 却因为忧郁缠身 在家想不开 与世长辞 他的死讯顿时震撼了中港台 华人娱乐圈 一人Coco李文 7月5号与世长辞 李文二姐李思琳在脸书发文 悲痛证实死讯 消息震惊演艺圈 Coco李文从小到大的照片 一张又一张剪影 包含与大姐二姐合照 还有三姐妹依偎着年迈母亲 看得出一家人好感情 家属不舍心疼 哀痛告诉所有粉丝 李文是在7月2号在家中轻生 送医后一直昏迷 经过医院团队努力抢救治疗 仍然不幸宣告不治 与世长辞享年48岁 李文离事消息让粉丝震惊 难以置信 以为是恶作剧 但李文二姐亲自公布死讯 家属透露李文努力为华人歌手 在国际歌坛开拓新天地 全力以赴为华人发光发热 家属非常难过 但也为她感到自豪 因为李文先天左腿有缺陷 今年2月底在香港 接受手术治疗 她也拍摄前后过程 向粉丝报平安 说目前在附件中 更说自己是女战士 帮自己打气 而李文去年跨年前 曾po出自己挂着引流带的照片 体重一度受到只剩42公斤 令粉丝相当不舍 没想到今年5月20号 才刚在微博宣传新单曲战歌 说生活要面对很多困难和伤痛 要勇敢去挑战去追求 如今却不抵抑郁症 选择亲身 让各界相当不舍 体育毕业新闻综合不打 李文金船过世之后 宋一抢救三天 是她亲生抢救三天 在今天此事 她的二姐悲痛宣布这个噩耗 顿时震惊了影剧圈 有大陆歌迷刚好在今天 公布了一段Coco 录给大家的音档 如今再听一遍 这样的嗓音相当令人不舍 亲爱的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那这段时间呢 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在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 爱你爱你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 不时一往回推李文动了大手术 治疗腿部的救急手术之后呢 她重新学走路 虽然痛到李文教书生 不过呢 她坚强的性格 还是落泪大海 自己可以的 就带您回顾李文术后的情况 忍不住痛到教书生 左腿缠满天步招带 得依赖助行器 才能勉强向前走一小步 不时喊话 自己的腿要乖哦 48岁的歌手李文 因腿部就急复发 加上骨头压迫到神经 上个月23号 在香港完成手术 她把术前心情到术后复健 用Vlog完整记录 复健十多天 绷带可以渐渐拆除 微博文中写下 虽然很痛 好在手术顺利 要重新学走路 相信我可以的 她称自己为女战士 因为她曾透露 这是她心中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恐惧 练武练到抽筋 赶紧停下 因为知道自己伤不得 她曾透露过 因为天生左腿缺陷 两岁时就手术过 却不成功 去年10月练武太拼 导致臼伤复发 髋关节移位 多年来一直逃避的问题 如今只能面对 多年来 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她 其实全用右脚 支撑全身力量 先前演唱会上 完全看不出异状 这几年却爆出体重 暴瘦剩42公斤 甚至得挂引流管的情况 这次报平安 大家也松了口气 是否回归舞台 再跳高难度舞蹈 粉丝要天后别心急 TV熊华生唱剧 踏不倒 天后李文宙是 小年48岁让大家都觉得 不敢相信 不可思议 但亲姐姐到时发文 证实第一时间的粉丝 都希望这是假消息 到底她的姐姐怎么说 艺人比如说蔡依林的反应 又是如何 请主播黄新华 来一道告诉大家 新华 好的 向荣观众朋友 真的很希望 这样的讯息是假消息 但是经过TVBS 再三求证过后 稍早9点多 是由她的二姐李思琳 在脸书上面发表声明 并且也po诸 李文跟家人们的合照 来缅怀她的妹妹 而这个声明当中 分为四段 第一段 她的姐姐表示 其实李文近几年不幸的 罹患上了抑郁症 而长时间与病魔抗争之下 很不幸的近期病况急转直下 在7月2号的时候 被家人发现在家中昏倒 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 但是到今天7月5号 依旧回天乏术 离开了人世间了 而第二段当中 其实她的姐姐也说到 其实今年就是李文出道 30周年了 本该应该是好好庆祝 与歌迷同乐的 但是过去29年以来 她在舞台上 静歌热舞 发光发热 就是想把最好的一面 带给大家 同时在她29年的 演艺生涯当中 也为华人在国际的影视业 还有一些舞台上 开破了一片天地 同时她的姐姐也强调 她们作为Coco的家人 其实非常感恩跟荣幸 有这么一位优秀杰珠的妹妹 也感恩上天赐给她们 这么善良的天使 与此同时 她也希望大家可以替 李文年迈的妈妈住院 最后这段声明当中 她们还再度感谢了 医疗人员竭尽所能的 来救治Coco 表达她们的感激之情 最后她说Coco在世间 尽管停留不久 但是她的光芒永垂不朽 而同时 李文的死讯传出之后 演艺圈也为之震撼 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 其实第一时间 有很多艺人朋友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讯息 但是很不幸地 跟粉丝的心灵一样 被迫得要接受这残酷的事实 我们可以带你看到的是 王兴玲就在她的社群平台上面写 谢谢你带给我们那么多的美好音乐 还有难忘的回忆 还有知名的主持人陶金银 也写下了RIP HashtagCoco表达悼念之意 再来还有小S 她也说永远不会忘记 Coco的笑容歌声舞蹈 你是最天虚的天才 同时也写下了RIP三个字 再来还有Nick周汤豪 他写的RIP Queen 并写附上了三个祈祷的emoji 他说大家一定要多注意 关心身边患有抑郁症的 或忧郁症的朋友 如果有需要 一定要让身边的人知道你的身心状况 而且你可以看到周汤豪 还po出了他与李文的合照 而香港演艺圈 其实也是同样震惊的 我们要带你看到铁肺小哥后 GN邓紫棋也在他的社群平台 也发出了这样的讯息 几乎是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回应 他说我的天 我不敢相信 你Coco总是带着甜美温暖的微笑 总是充满着勇气跟魄力 去面对一切的风雨挑战 没有办法相信Coco到底经历了多少 无法想象你笑容背后藏着多少的痛 邓紫棋最后表示 他会一直想念着Coco 并且也add了Coco的账号 也希望他rest in peace 同时邓紫棋也用哭泣跟祈祷 以及爱心的表情 表达对这一位演艺圈前辈 无限的怀念 另外好 但您看到了 其实Coco在影剧圈拥有好人缘 知名的演员舒奇 也是在他的社群平台发文说 怨天堂 没有苦痛 而且第一时间转发了 他的二姐的声明 可以看得出来 演艺圈还有歌迷们痛失 Coco今天晚上陷入了一片癌伤 没有次数在舞台上看到他 都是发光发亮的 都是笑容可觉的 但是没想到他把伤痛留给自己 我们看到的舞台上的脸纹 都是温暖有活力的 不过他忧郁症 是否就从昏变的时候开始 而他脚步的开刀 又是怎么回事呢 新华 确实 笑容观众朋友 其实过去Coco给我们的印象 都是非常阳光活泼甜美 相当具有多样性 而且是才华洋溢的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透过他姐姐这次的声明才发现 原来Coco这几年饱受抑郁症所苦 外界秀联想会不会是近几年 频频传出了先生可能有外遇 或是婚变的传闻 再加上其实Coco表面上能歌上 其实他的身上是伤病不断的 而近几年他也坦承做真实的自己 也在网路上po出一些伤病的照片 每每都让粉丝非常的心疼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在去年的时候 李文就已经坦言 在2022年就是他非常艰困的一年了 当时他po文时间是2022年的12月31号 那他所附的照片呢 您可以看到是他站在体重肌上面 身高160公分的李文 当时他的体重只有42.3公斤 简直就是制骗人的程度了 当时到底为何会报受呢 您可以看到他左脚上面有绷带 同时呢还po出这张照片 就是他的身体右侧开刀 还挂着引流带 隐隐约约还能看到血水 但是就在身体这么不舒服的情况之下 他跟粉丝分享自己的近况 也不忘激励自己鼓励大家 他说他要以女战士无所畏惧的态度 面对极其艰难的一年 而与此同时呢 去年就传出 Coco跟先生可能婚姻触交 加上他身上又有这一些伤病 加上三月份的时候 他也有公布自己因为救急 导致他的骨盆 还有他的脚 其实都非常的不舒服 他的姐姐也曾经透露 其实李文出生的时候呢 骨盆有所损伤 儿时动过手术 才有办法正常行走 而常年的静歌热舞的舞台生活 他是坚忍不拔的苦练在苦练 可是多年以来呢 这样长期的使用 其实对于他的脊椎跟骨盆 都是很大的负担 所以三月份他要再一度去开刀了 而开刀当下呢 他有在社群po文说 很担心自己以后再也不能跳舞了 虽然他现在正在做附件 告诉自己不要乱动 要忍耐 希望有一天还是可以以健康 静歌任务的状态在粉丝面前 向荣 好 事实上呢 我们马上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 因为艺人李文经理公司 华纳音乐在刚才发出的最新声明 正是Coco李文呢 是在今天因为忧郁症离世 说李文呢 从初到以后 是被视为华人的骄傲 将东方的音乐跟文化 带给了全球的观众 离世之前一直用歌声 舞蹈跟正能量带给大家力量 经过李文离开了 希望呢他的爱跟光芒 永远照亮每一个人 就刚才华纳唱片所发出的最新消息 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 李文呢是从香港发迹的 而且呢他以前还当过了美国小姐 他之前呢在美国还选过了选美的皇后 不过呢是在台湾窜红的 再到美国去发片 更成为第一位 站上了奥斯卡舞台的华人歌手 当年李文出道25年 今年的快满30年了 25年之后呢 特别感谢歌迷的陪伴 把当次的巡回演唱会呢 他的第一场的巡回演唱会 就献给台湾 我们先来回顾当时候的情况 我也觉得为什么这么久 因为我一直也在 我们也在申请 然后一直都拿不到 真正的满25年的时候呢 给我拿到这个场馆 给我的爱 让我存在 战胜这舞台 Oh no 才一开始清创就泪崩 李文是出了名的腾息粉丝 这个歌词呢就是 我希望把我跟我歌迷的 这个感情 可以写在这个歌词里面 我就是爱唱歌 我就是爱戴欢乐给大家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我今天做了一个歌手 原来是可以影响一些小朋友 想到日前病逝的小粉丝 Coco李文止不住泪水 尤其是台湾这片土地 对他来说更有格外意义 台湾来说 我永远都是抱着一个感谢 感恩的心 因为是台湾给我机会的 李文1993年在香港歌唱大赛获得第二名 隔年随即出道 为华语乐坛注入一股美式风格唱腔 立刻引起关注 在日女当道的年代出道 Coco跟其他女歌手形成极大反差 把很多辫子然后穿个热裤 可是我唱的是一个抒情歌 然后呢我还把一个 其实一个就是一个柔情抒情歌 把它唱得有点R&B的东西 她说请请你不要这样唱 因为这样唱是非常不商业 那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我自己也是冒了一个险 我知道商业的唱腔是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我要做回自己 就因为坚持自我 让她读书一职 当时的李文更被封为台版的 惠妮休斯顿 抒情歌共鸣度高 快歌一样耳熟能详 1998年李文顶着火红色的牛角头 在台湾亮相 这个造型在当时可说是相当前卫 就是很亮 这个颜色有点吓人 所以人家看到我不忙的时候 哇 这是刹车红 古灵尽快形象 让她一出道就备受瞩目 1998年更创下台湾歌坛 在北高两地 开万人演唱会的第一人 纯正的美式hiphop风格 加上R&B情歌唱腔 捐服广大歌迷 当年她还是第一位 进居美国歌坛 更首度站上奥斯卡的华语歌手 在奥斯卡的时候 我觉得我更加要很努力 要更加的 要为我们争光 那我觉得不管那一天 拿不拿假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可是站在那个舞台 就是要让大家看到 哇 原来我们也是很型的 卧虎藏龙主题曲 《月光爱人》或奥斯卡 提名为最佳电影歌曲奖 带李文要上国际 这一首歌也让她成为歌手之冠 登上我是歌手 可可李文舞台魅力不减当年 但其实在点头参赛前 她内心其实很挣扎 非常挣扎 可是我就问了我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不去做这个节目 我会不会后悔 以后就会 这样我就去吧 POWER OF YOUR BRAIN 就是 YOUR MIND 你可以告诉你自己 我能熬得不去的 不要想要坚持 不要放弃 因为我那个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完全没有声音 搞得越来越严重 就是我有那个舞台同质感 我不敢表演 邱妈成为她最大支柱 每天陪着她练唱 熬过人生低潮 李文拥有坚强意志 以及对歌唱的热情 成功回到她最热爱的舞台 击败张信哲 黄志烈 徐佳瑩 Coco拿下冠军 走过二十五年 天后造型 曲风虽然百变 但地位屹立不搖 这个报道 我们只看到了李文的一小部分 是他得奖无数 有很多的第一名 刚刚提到了 他是第一位进去美国歌坛 发行英文专辑的 他是第一位 登上了奥斯卡金像奖 颁奖典礼献唱的 不过没有提到的是 他也是第一位 在NBA中场演唱 美国的国歌的 这位华人的歌手 我们就请清话 来带我们看看 他三十年来 有哪些的演艺成就 清话 没错了 向荣 李文虽然他在香港出生之后 到美国生活 最后又回到香港 参加TVB的歌唱大赛 因此被发掘 但是跟台湾也是相当具有渊源的 因为台湾的华语唱片圈 让他大放异彩 甚至立足台湾 还有香港两岸三地 最后走上国际 他不仅是华语圈的李文 也是国际级的艺人 我们要带您看到 刚刚报道当中 也有为大家来整理的 2001年 大家还记得 卧虎藏绒 曾经入围奥斯卡吗 当时李文就受邀 去在奥斯卡的舞台上演唱 当时李文是身穿红色的旗袍 展现浓浓的东方风情 获得了广大的好评 同时在2002年 他也到NBA 献唱了美国国歌 这也是华人歌手 难得的殊荣 也是史上的第一人 而我们可以看到 李文过去对于自己的成就 也是相当引以为 傲的 甚至念念不忘 在过去他罹患抑郁症的 这一段期间 还有伤病的期间 他也时常想到 过去舞台的高光时刻 我们看到 在他脸书当中 3月13号的这篇po文 他po出了 跟卧虎藏龙的女主角 杨子琼的合影 这是当初 他们在奥斯卡的合影 他写下 那年我们在奥斯卡闯关 今年我再重新学习走路 而你在奥斯卡持续发光 因为今年 杨子琼获得了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的殊荣 所以看得出来 李文 大在自理行间 是很希望自己能够赶快 好起来 重返舞台 发光发热的 而同时李文 除了他展现他坚强 热爱舞台的人格特质之外 也是华人的骄傲 而他的唱片 其实也屡屡拿下国际级的殊荣 想必大家最耳熟能详 也印象最深刻 李文的唱片造型 就是这个红色的辫子头 带有这个非常活力朝气的样子 一边高唱着舞曲 滴答滴吧 这首歌曾经夺下了 告示牌的最佳华语MV 同时李文在近年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表现非常的优异 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发专集 公众活动了 但是他还是勇敢地参加了 相当具有挑战性的 我是歌手似的舞台 这次参赛再度夺冠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在冠军之战的时候 他又再度起出 2001年这件在奥斯卡当中 曾经穿过的红色旗袍战袍 给自己加油打气 也因此也是众望所归 拿下了冠军 好 谢谢新华报道 事实上李文在整个娱乐圈 发光发热 几乎是奋斗的最后一刻 不过他突然传出了噩耗 死因让外界非常揣测 是否跟他的婚姻 婚变有关 李文是在2011年 嫁给了香港 立峰集团的总裁Bruce 他的先生来自加拿大 身家超过了40亿 男人结婚12年 李文今年在情人节 才发行了新歌 但是丈夫却传出 跟别的女子有暧昧 甚至三度被抓包 而且有消息说 李文跟丈夫已经分居了 至于他新歌的歌词就写着 离开是最好的安排 尽管从来没有解释 他的婚姻是否亮红灯 但是感情生变不排除 或许就是压垮李文的 最后一根稻草 拖着超大的行李箱 坐进车内 他是Coco 李文 今年情人节才发行新歌 写着离开是最好的安排 被外界怀疑是否是婚姻 亮红灯 甚至传出Coco当时 已经与结婚12年的丈夫 处于分居状态 Coco李文2011年嫁给富商Bruce 是香港立峰集团总裁 身家超过40亿 上一段婚姻有两个女儿 李文与妓女关系良好 曾经表示有没有小孩都没有关系 开心就好 没想到几年之后 李文的丈夫Bruce 传出疑似与年轻女子关系暧昧 导致两人婚姻关系降到冰点 双方对此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但翻开他们的感情史 疑似几年前就开始不对劲 20年李文在微博写下 要一致破碎的心灵 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时间的 勇气不是与生俱来 是需要从实践中不断练习 改进和争取 这里行间看得出Coco的低潮 这篇贴文当时也让外界揣测 难道是婚姻触交 毕竟Coco早在27岁时与丈夫相恋 拍拖十年 感情怎么能说变就变 心中的伤难以复原 这情关恐怕是压垮她 关键的一根稻草 亲爱的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那这段时间呢 希望你们自己身体健康快乐 我非常想念大家 我再努力努力 想念你们 我也非常想念你们 爱你爱你 提问这么不断 李文生前传出离婚闹分产 在12年前 世纪婚礼的可以说是 国际祖母的焦点 婚姻关系极短直下 是否就像新闻所说的 变成压垮骆驼 最后一根稻草呢 我们新话带我们看看 世纪婚礼当时候的盛况 新话 确实哦 向荣观众朋友 当初李文与他的先生 Bruce的世纪婚礼 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而且也非常的奢迷呢 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呢 李文当时呢 是穿着鱼尾的白纱 而且是精品的婚纱 要价不菲 而当初他们在 2011年10月份在香港 举行了一连两天的婚礼 还有仪式 头头里的花费 总共高达了1.5亿港币 约合台币5.7亿 但大家却想说 这个婚礼钱到底花在哪里呢 可以看到呢 就是高级的总统套房 还有现场的水晶吊饰 花艺的摆设 以及租借婚礼的场地 而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李文的老公 Bruce身家不凡 当初呢 也有说 他们的婚礼 是不收礼的 而这爱情长跑8年 外界都认为 感情基础应该很稳固吧 而且李文对于Bruce的 两名前妻所生的孩子 也说是 视如己出非常的好 而当时呢 其实他们的婚礼当中 也大张旗鼓的 在邵氏的片长搭建了舞台 450位工作人员花费了7天 搭造出宛如这个演唱会的华丽舞台 邀请到了火星人Bruno Mars 来为婚礼来献唱 唱的就是 Just the way you are 甜蜜浪漫 直接满分 让很多的宾客都祝福这一段家园 但是呢 没有想到 这一段婚姻似乎没有 像是外人所兴建的 豪门婚姻 王子与公主般的结合 先前传出呢 就是他跟Bruce婚姻亮红灯 而且有报道指出呢 Bruce早在2021年 传出曾经劈腿 甚至是三度劈腿 但是李文念在夫妻的情分上 屡屡都是选择原谅 希望能够维系婚姻的 但是后来传出 Bruce再度出轨时 还被李文的朋友募集 所以让李文身心俱疲 也情何以堪 而且Bruce也大眼不惨 曾经传出出轨 但这一切呢 都是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 李文本人呢 从来没有正面回应过 婚变的传闻 而我们刚刚看到的 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李文呢 曾经抛出自己装了引流管 又报售至42公斤 持续保持正能量 也在社群发长文说 面对人世间还有困难的一年 他会积极的应对 但是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呢 他说其实传出在2022年的下半年 两个人疑似就可能在商讨 离婚的细节了 不过让李文更为伤心的是 他在这个po文之前 半年就已经搬离爱潮了 但是视如己出的两位妓女 却是力挺父亲 对李文不闻不问 这可能也会让李文的心理难以承受 向荣 好 谢谢新话的报道 事实上李文呢 出生在香港 9岁时候移民到美国 还曾经得过美国 这个妙龄小姐的冠军 得过选美的冠军 还在美国呢 就开始唱歌了 成绩也很不错 他18岁时候回到香港 参加TVB 全球华文新秀唱歌大赛 而获得了第二名 这时开始进军娱乐圈 演唱过很多的金曲 包括了《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招牌歌 还有电影《卧虎藏龙》的主题曲 《月光爱人》等等 不只走红华人乐坛 甚至站上了奥斯卡舞台来献唱 国际巨星出道30年 不过如今惊传 噩耗让李文的演出场面 成为经典 一头金发 闪亮黑洋装 这是已故艺人李文 2016年在我是歌手 第四祭奠峰会 热力开唱 又唱又跳 展现轻量高亢的嗓音 扩扩力魅力不同反响 也展现当时节目第四季的冠军之姿 这时候的李文 演艺事业 再创巅峰 李文能唱又能跳 已经是一位国际巨星 喜欢冒险挑战了他 愿意抛下光环 上节目当参赛者 1994年6月 李文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专辑 正式出道并走红 美式唱腔 李文更被封为台版的惠妮 休斯顿 48岁的李文出道30年 曾是首位登上奥斯卡颁奖典礼 演出的华人歌手 23年前的卧虎藏龙一 主题曲《月光爱人》 就是他唱的 获得香港金像奖 最佳原创电影歌曲 还在73届的奥斯卡现场 李文出道30年 唱过无数会剧人口的歌曲 在华人娱乐圈发光发热 如今随着他的逝世 歌声成追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从90年代一直跨越到21世纪 李文算是当红的歌手 当之无愧 他当年靠职香港 参加歌唱比赛 无心插流 进入了娱乐圈 为歌坛筑了一股美式的唱腔 几首歌包括了 大家所熟悉的滴答滴 过完冬季等等 都非常快指人口 还是第一位 站上了奥斯卡舞台的 华人歌手 他2011年 嫁给了加拿大的富商 逐渐淡出歌坛很多年 不过最近又走红 又参加了大陆的节目 《我是歌手》 再多让人见识到了 非常经典的文式唱腔 登上《我是歌手》 Coco李文 舞台魅力 不减当年 能唱又能跳 全场尖叫连连 早已是国际巨星 却愿意抛下光环 回头当参赛者 Coco有一颗冒险的心 我20年前参加唱歌比赛 我现在就是我第二个20岁 想经历一个冒险 冒险的心态 就是闯一闯 4号的李美琳 参赛那个是RUN TO YOU 希望今晚支持我的会是YouYouYou 1993年 Coco只有18岁 圆脸身形圆润 以本名李美琳 参加香港新秀歌唱比赛 报回亚军 那个暑假就是高中毕业了 就去香港度假 然后妈妈偷偷地帮我去报 每一个新秀歌唱比赛 但是我参加的时候 是报这个心态 去玩一玩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我依然爱你最深 也在紧闭你的唇 不哭不笑也不悔 这一晚原本立志要当医生的李文 开启歌手录 1994年发行首张个人华语专辑 歌坛注入一股美式唱腔 更被封为台版的惠妮休斯顿 让我慢慢忘记你 向着路蒸发 阳望你 干干净净的心情 从此不再背负思念 紧紧 全世界只有你不懂 我爱你 我给的不只是好朋友而已 我挽着的冬季 你是风一如往昔 恨不得睁开眼中 能闻大笑的清晰 书情歌 共鸣度高 快歌一样恶熟能详 爱呀呀呀呀呀呀 从倒数开始 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 滴答滴 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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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有你就友好亲亲 像夏天 像天气凌 来吧 真的想见到你在今天 我脑海里充满你微笑的脸 不要让我傻傻地等待明天 我单纯的心需要你的爱恋 Won't you say 所有的歌词 我去拿你的歌词就跟着 跑步机上边跑边唱 Coco脸不红 气不喘 音质完全不打折 平常都是这样 训练肺活量 当年她是第一个 进军美国歌坛 第一个正上奥斯卡的 华语歌手 你是首位的华人 你不能丢你自己华人的脸 你一定要好好唱 台下我有看到 Steven Spielberg Brad Pitt Tom Hanks 就好像这个舞台属于我了 《窝虎藏龙》主题曲《月光爱人》 带李文要上国际 不过他却一度想放弃这首歌 我怕跟整张专辑的风格不太像 我本来准备是要放弃的 然后我妈妈就听到了这首歌 妈妈就说 Coco不行 你一定要唱这首歌 这是个好歌 对工作要求甚高 Coco说自己忙起来是工作狂 把握每个空档 为下个表演做准备 曾为工作太拼命 压力大 也不肯休息 一度倒上 就是所有的音都hold不住 我每一天都要练歌 我就练一首歌 从零开始 我是哭着脸 李文唱功 备受肯定 也重新唤起骨子里的音乐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